大家好, 又是我们摄影一周 就是圣诞, 师傅和我两个 其实我一两集都讲过一支脚架 很多人在下面问我是什么脚架 今天我就把这支脚架拿上来 为什么我买这支脚架呢? 让我帮你收拾吧 这支脚架呢, 其实是一个突破 我们二十多年前 Andy Sir开始拍照的时候 用的脚架呢 几乎两公斤一支 当年我们买一些很贵的脚架 开始接近一公斤 那时就觉得是最小的 所以当时呢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那些脚架是很贵的 但是呢 近年呢 其实已经差不多十年了 但现在 坦白说 我这一支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来的 叫做OBO N25C N25C 但是最恐怖的东西呢 最恐怖的东西 我为什么一看就想买呢 是0.68kg 0.6kg 真的好轻啊 大家看到了 真的这么小架 0.68kg 放在这个那里呢 哇 小到呢 直接是 任何最小的背囊都可以进入到的 那这支东西呢 和它是碳纤的 所以呢 都挺漂亮的 可以做到0.68kg 一个水瓶 这么大的尺寸 而拍出来呢 我试过在家里呢 我是摆了我知 10.68kg 上去 对啊 连起来的机身呢 都2.多kg 因为它这里说呢 它都成重6kg 6kg 这些成重呢 其实我觉得有点夸的 其实4kg 已经很够了 对了 4kg已经够了 现在你机 都是几百 当你1kg 镜子都是1-2kg 不是3kg 对了 3kg 但是当然 它那些是夸张的 它说的那些成重 你不要相信那么多 你最多 如果它打过7成 就有4kg 是啊 已经4kg 所以其实它是ok的 还有呢 它这种扭折呢 快的 还有没有那些呢 啪啪呢 又是轻的那些 所以它为什么能够那么轻 这支东西真的超轻 还有 不够700 便宜它又不是很贵 我又不记得个价钱 因为我叫我女儿帮我在淘宝买的 大约1000元港元 连帮头 连帮头 通常现在是一套的 以前的贵东西 通常是分开买的 现在很多时候都一套买的 所以呢 基本上 很便宜的价钱 其实1000元 基本上我想都不想的 其实我是没有格价 没有看一下天猫 还是淘宝哪个贵一点 基本上淘宝是最贵的了 淘宝最贵的 就是比起其他贵的 是 但是如果你觉得淘宝 都觉得可以接受 其他不用看 没错 所以呢 如果你们再找一下 可能又便宜几十 但是我相信 几十 最多的了 没有办法再便宜 但是1000元之脚 我都想都不想 是啊 是啊 那我又说一点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支 这支 因为呢 我最近也有上开那些 风景夜摄 那些城市风景堂 同学也有很多不同的脚架 也有很多不同的事件发生 有些是脚架 有些是困难 有些是困难 最容易发生什么事呢 是 这些同学不太熟 始终我们都是学生 是 他们买了一些很漂亮的 波头 哦 波头 我脚架也不能说 因为你脚架和波头 其实都是一看东西 是 他们买了一些很漂亮的波头 那些波头就是 上面有一扭 这里有一扭 那里有一扭 都不知道扭到哪里 我试过有几次 这扭了 是不能动 是 那我们在现场 都不能动 说真的 又不是很大力 对吧 而且你 你只想拍照的时候 没有心机弄的 很多时候 它向前轮 和后轮 和次序轮 就是那个扭 有不同的 那你整件事就错了 很多时候都鎖死了 搞不定 回到家 要拿士巴拿 那些 经常发生 但是这个呢 我就见到简单单了 没什么 最简单的 有一拆一 没错 没错 这些才是最好用的 是 不要太复杂 没什么必要 总之 你这个波头 松了出来 可以这里这样扭 那里这样扭 其实已经很足够了 你不用几十层 你明白吗 不用几十层 第二 就一定要买 这是这类似夹夹 女主持的 是 夹的 就不要买其他的 一夹的 为什么 当然啦 我们不会要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会用L架 是 那个L架 要夹下去 那你不用这支 好了 你配80-200元的L架放進去 直倒或橫倒 橫倒就完成了 那你的腳架就會穩定了 很方便 很多人都經常問我 腳架買哪支 我其實腳架哪支 最重要就是那個L架 你不是L架就什麼都死 我告訴你 還有很多人說 你的架穩不穩 六百多 你說它穩不穩 我覺得夠用的了 夠用的了 好用的 我們常常都號稱這叫什麼 零號腳 是 零號腳 零號腳都要1.1kg 現在去到680 你還想怎樣 師傅拍了這麼多年照 這五六年都是用零號腳 對 都不用一號腳二號腳 我去什麼地方 我去什麼冰島 最厲害的地方 是不是要曝光30秒90秒 那些 沒錯 一樣找的 不用擔心 不要拿自己來辛苦 沒錯 這個事實 說真的 現在我們說最貴的那幾個牌子 對 G字頭那些 是啊 五六千塊 對 很便宜 以前整天是萬塊 海洋之心 神經病 對 我也說現在這個無反世代 有兩樣東西要記住 要輕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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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其他東西貴了 對 鏡頭貴了 沒錯 你要幫忙一下 沒錯 對 所以 便宜和便宜 即鏡頭很難便宜 但是它起碼輕 現在三百二點八都可以做到一點四幾kilo 對 就是這個原因 沒錯 2.8的那些 所以 所以你記住這兩樣東西 不能談 因為現在還搞那些 整個2.5kilo的 你不是搞我了 我拿不到 真的年紀大 是啊 所以這個 就是 我會放了一些照片 大家去淘寶找就可以了 不要再問我 不是收了錢說話的 是 不是的 沒有的 我們這些都是由一講一 大家去淘寶買的 這支好 它還有低角度 幾個角度 什麼都有齊的 時代進步 是啊 時代進步 這些就是時代進步 對於我們的好處 我們十幾年前 都很想有這支 沒錯 真的沒有 但以前沒有 好了 我們講完這個玩具 我又講一下 這陣子的風景 剛剛今天收到消息 是 冰島的火山真的爆發了 真的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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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發了 流了出來 那 今天出了一份公告 就是說 比照片之中 是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那 就開始有些人 就已經去拍照了 走去拍照了 走去拍照了 但是呢 你就不要見到別人去 你去 因為那些 我講的是當地冰島的居民 嗯 為什麼呢 政府就已經封了路 是 就下了Block 那你就沒有什麼事 你不是那些專業人員 就不會讓你進去 但問題是冰島 人家就想辦法 你要你封我這條路 我那邊轉回 我那邊轉回 加上他們行山 行山五個小時 十七歲 你明白嗎 所以就會拍到精彩的照 他們拍到很漂亮的照 而且他們又可以飛進去 這次的爆發呢 剛才我說的專家 就說是 對航空業沒有影響 對附近的居民也沒有影響 那 應該有可能 可能會陸續續 要維持幾個月 哦 維持幾個月 可能會維持到明年 很厲害 密切由異 但也說了一句 附加了一句 也有可能隨時 今晚就會停止 因為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 因為大自然當然不知道 不過以以前的經驗 那幾次呢 都有兩三個月以上 不奇怪的 不奇怪的 因為這次下面呢 它的儲存量是很多的 嗯 應該有排流的 嗯 應該都很精彩 說到冰島火山 不得不提的一件事 就是 2025年呢 就被譽為是這個極光爆發的 極光大爆發的年 因為呢 極光爆發其實是一個循環 是 有幾年少 每十一年 一個大循環 每十年一個大循環 我們以前呢 什麼2027 2024至2027 其實是很淡靜的 那麼 2027之後就開始 趨向於小小活 一直到2023 剛剛我們去過 這一兩年呢 就開始有了跡象 但是 最厲害的高峰期 就要是去到2025 2025 所有專家呢 都評定這十一年呢 是去2025的高峰期 但是 但是 近期呢 它爆了幾次 那些專家 再重新分析之後呢 有機會 退早 有機會退早 就是說呢 在2024年呢 才是它真正的高峰期 2024 當然啦 高峰期是會有高有低的 那 譬如我們2023開始已經有了 去到2024高峰 那2025也會有的 不是說這麽快就會消失的 因為它剛才說了十一年 那 但是最高峰期呢 可以 見到它大爆發的機會呢 2024應該是最多的 嗯 幸好師傅都拍過很多不同的極光 那一會兒呢 我也想著一邊 一邊播給大家看 播給 極光 一向都是被 跟我們的風光攝影師 被以為是 一生必要見 而且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即是現場 我們這些朋友 即是見到 有些譬如 他不拍照的 戴一些 戴一些父母去 戴一些父母去 很孝順的 戴一些父母去 戴一些老婆去 都很精彩的 他們不拍照 但是呢 他們在那邊看都很精彩 手沒有觸到 即是冰 即是我的意思是 極光的變幻 在大自然當中 真的 我覺得是所屬的 沒錯 是真的現場的見面是很漂亮的 那師傅就很好幸 拍過很多年極光 但是 我都沒有經歷過大爆發 嗯 即是所謂的周期 即是 最頂峰 最頂峰 我以前也經歷過的 很厲害 但是 你的指數都去到四 四五 也有 我也經歷過四 但是呢 剛剛我們11月的11日 不是說去到倫敦 即是倫敦 歐洲 意大利都見到的 那次是幾乎六七八 這麼厲害 即是去到歐洲都見到 是很誇張的 那2024年 有機會可能是這些 這麼厲害 是啊 其實四五都很好拍的 是啊 四五已經 因為我三都拍到了 三都拍到了 很精彩 三一定很精彩 即是四已經不得了 你看看五六那些 哇 即是 整個都是紅色的 紅色的 還有海色的 不止是綠色的 是啊 很精彩的 即是五已經是畢生難忘了 所以明年 我覺得去冰島也好 挪威也好 這些團 應該就會爆 很厲害 應該會爆到飛氣 那我就打算和Heidi 快要預訂明年 是啊 因為明天的房子 那些車 什麼都被人預訂了 是啊 被人預訂了 因為我們剛剛回來 平時我們沒有這麼早搞的 沒有這麼早搞的 可能二三月 但是呢 減至2024年 冰島的極光大爆發 那我們一定要早一點點 所以 我也知道 他手上已經有一班 是留了位的 如果有朋友想跟我們 去冰島極光 或者去挪威極光 是啊 要快點找Heidi 或者在我們下面留言 找我們的Admin 找我們的Admin Karen 都很重要 沒錯 因為我們是1091團 是啊 沒有位的 所以 整天年中之後 那些人問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 今年也是 跟大家首先預告一下 如果真的想拍攝極光大爆發 極光大爆發 很寡有的 適逢期會11年一次的 如果過了這一兩年 又要等很久 一沉寂了 對 真的會比較淡 所以 大家要趁早 那我在片尾那裡 在片尾那裡 就播了極光 給大家看看 師傅 太多了 我們現在這個後面的幾張 幾張而已 播到 因為我們講的時間不多 因為師傅已經拍了很多極光 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 那 講完極光 都講一下手頭受悶鬼 為什麼呢? 聖誕節 是嗎? 聖誕禮物 沒錯 雖然我買了一支腳 我今年也買了很多聖誕禮物 但是 還講多一支 這支 這個牌子 好笑的 國內牌子 耀星 耀星呢 就出了名 有一樣東西很出名 星耀 不是耀星 星耀 又讀錯了 星耀 這樣呢 是很出名 出名便宜 是 是 國內牌子 國內牌子已經便宜了 但是也有些貴的 你知道有些都很高 現在變成了國內名牌那些 都貴的 那我講一點 其實呢 在我們現在國內有很多不同的 相機牌子 沒錯 其實呢 大家都公認了 是有三個梯隊 三個梯隊 第一梯隊是什麼呢? 走偏峰那個老蛙 老蛙 老蛙一向 他現在已經是國內名牌 名牌 另外還有 還有圍桌士 因為他們那些 是 出得比較多 AF做得好 是嗎 鏡頭比較漂亮 所以價錢又貴一些 就是維樂士那些 然後 另外第二梯隊 就是 七公像 七公像 另外還有 還有 TD Addison 就是 油分兩腳 是這樣的 中一呢 以前呢 中一光學呢 以前都是上面的 以前上面的 但在上面呢 它的價錢就知道了 是 偏貴的 是 但是現在好像 五六千元的 好像有些不思進取 沒錯 因為呢 其他那些很厲害 跌了去第二梯隊 還不夠 永樂那些厲害 永樂 永樂 也是上 這些第一梯隊 他們做AF 開始他們有個AF區立部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飆出來的大光圈呢 是很堅堅的 嗯 即是他飆出來的1.4 他真的被1.4 開到 即是可以全開的 是 即是我們在說第三梯隊 那些呢 就是 即是我們現在說 這個星耀 這個星耀 有幾隻 但是星耀 他出這支鏡 似乎想升級 是的 因為 他就出AF了 對 對 你也知道是他 AF的51.4 是的 當然啦 他雖然想升級 但他現在的價錢 也不是貴的 是1400人民幣 1500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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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人民幣 那 其實 他應該這支鏡是厲害的 為什麼呢 其實他是比較重的 449 是的 那還要大支 71.9 72mm 乘79mm 因為一支 51.4 其實現在可以做到小 剛才我們先說明 這支是APS-C 是的 他還是APS-C 相對等於85 是的 75 75 但是問題是 他APS-C都做到這麼大支 他是想做質素的 他是想做質素 他想升級去第二至第一梯隊 沒錯 那 很簡單 他如果是APS-C 機 用來做75 85 即是 人像鏡 擺明是想做人像的漂亮鏡 如果你們沒有買開正廠的 即是Nikon Sony 那些85 1.8 那些81.8 我們知道大概要5000 但這支1000多元 你又玩到1.4 沒錯 而且 坦白說 我覺得現在無反年代 以前我們對於品牌的質素很緊張 是20年前 我們單反年代 但現在無反年代 坦白說 大家接近了很多 是的 所以這1000多元 是可以想的 現在國內的廠商 這支應該是深圳公司 沒錯 那他們一起 他們的技術是會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你看DJ 演哲 即是這些公司 其實不看得少 不看得少 所以他有心想做好它 他可以是很厲害的 你看到他是有心想做好這支鏡 所以這支 我覺得他叫做他同廠裡 第一支AF鏡 是 那就有點期待 現在他暫時只有Sony孔 沒錯 他先出Sony孔 但是準備還是 Z孔 因為那兩個都是很多 很多機身 你可以看到他寫著 萬眾期待 攜睿而來 他很明顯知道這支鏡 不是夜少的 他有個發佈會 有個發佈會 這麼厲害 大陸酒做發佈會 是啊 肯定不是第三梯隊 你看他的廣告 他說明是12月19日發佈 沒錯 12月19至25日 這裏寫 活動時間 還可能有多長 其實這個AF的象徵 我覺得這個象徵意義性是大於實際的 對 因為代表以後 他們大陸的人 不只是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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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做手動 手動 開始自動的年代 開始在科技上爬上 沒錯 沒錯 值得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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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這樣的價錢 是 試一支 失敗了就算了 是啊 既然值得支持 我去了他的網站看過 嗯 我看到有一支 我就很有興趣 是 其實這支你們幾年前 是 幾年前我看看 這個是星耀旗艦店 在淘寶的 哇 其實它有很多鏡 很多鏡 多到不得了 多到不得了 幾百元一支 最吸引我眼球那支 我就選了一支最貴的 挺有興趣 就是那支 9mm的光輝5.6 全蝙蝠的 是啊 好像以前 毛根Sir說過 說過 不過不記得 你以前說過 因為兩年前 9mm 它很厲害 標價2890 是它 是它最貴的 是它最貴的 它也很坦白 它是9.5.6 9mm 說到5.6 也不可以 是可以的 為什麼呢 擺明就是 建築 是建築鏡 建築鏡 你平時的人 怎麼會龍架得到 風景都龍架不到 但是 我們也說 12mm 也太闊 9mm 5度的視野 哇 這樣就很開心 除了乳眼之外 也最闊 我一向不喜歡乳眼 我個人就不喜歡乳眼 因為你變形 變得很厲害 就不好玩 但是 這個始終是超廣角 超廣角 9mm 可能要做 差不多是史上最大的 是 那 它這支鏡 光輝5.6 就是證明它沒有開頭 沒有吹開自己 沒有吹開自己 有事 是的 所以 變成了 我覺得它的邊位都可以接受 當然 你就不要跟那些幾萬元的鏡比 但是我覺得 既然 Rying Go 尤其是它的光斑 一定會做得好 因為它光圈一收 收到光圈十一、十二 然後拍個夜景 落腳架 暴距30秒 那樣 哇 那些城市的聲望 應該每一顆都出得好 嗯 還有它有個好處 它是這支 9mm 5.6 這支鏡 2890元人民幣 它送的內置ND給你 哦 送的內置ND鏡 放在那個鏡尾後面 那個是ND1000 嗯 那就好玩了 因為以前我們買的這些鏡 多數都是凸頭的 是 要凸頭的 要凸頭的 放不到的 是很困難的 其實以前老挖有的 老挖有的 老挖有支9mm 都是光圈5.6 但一季 4000多 還有凸頭 另外你要加ND鏡 你一定要再買多 它的1000元 買個架 然後再錄到 方形 方形 那裡要加起來 可能成2000元 那你4000多 加2000元 即是六、七千才能玩 這個效果 但是這支呢 咦?它2890元 送給你 放在後置腳架裡面 那你有時拍一下流水 拍一下車軌 要拍一些很誇張的東西 很誇張得來 很誇張得來 還要是萬塊門 超萬塊門的 其實這些不適合我們河車 其實現在現代攝影 很多時候都是玩超萬塊門 是 我們上課都教同學 你不要經常普通的這樣拍 一張風景相 或者是一張城市相 或者是一張有雲的相 或者是一張有河流 有海的相 你下了超萬塊門 都是有萬塊門 就變得很漂亮 不同的 整件事 你不要見到 為了你 說一些浪飄 你試一下拍300秒的門 平了就很漂亮 整件事 是要這樣玩的 但是以前的鏡子 你要加 很難玩 以前 而且很貴 那他送給你 我覺得很便宜 3000元 3000元 有些新玩的 對 還有沒有留意 現在人們喜歡打卡 當然 你用手機打卡 用14、15打卡 都很漂亮的 用手機打卡 很方便 但是有時我們打卡 很多時候都是室內的 譬如我們拍些樓梯 拍些天花 拍些天橋 拍些建築 就行了 你真的要 如果有一支 很厲害 這樣跨的 我想就很漂亮 因為我經常去看建築物 因為我很喜歡拍建築物 那這支東西 就適合我的車 適合 一句說完 便宜 當支持一下 便宜漂亮 當支持一下 聲耀 新公司 對 三千元不用 我就當這個是聖誕禮物 是啊 這個聖誕禮物不錯 因為它出來的視角 是很不同的 是啊 很漂亮的 很特別的 說真的 不是叫你用來拍風景 就是很難的 是拍很特別的 是要拍很特別的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沒錯 好 說多一點 首先我提及過DJI 我也有一個新聞 跟大家說 就是中國政府 出了一個新聞稿 就是說 明年元旦 2024年開始 一日開始 全中國航拍 高度是120 120米 120米 那就糟糕了 剛才你還說 DJI的股價比較好 買我嗎 DJI的科技 對 一向都不知道股價 不是 聰明的 它馬上分散投資 因為 航拍 如果你在中國 下了這條令 就很嚴重 很嚴重 因為 那些人還買不買這麼漂亮 不需要 對 我不需要買這麼漂亮 所以 所以Mini 4 Pro 就算了 應該都是 不過這樣 我就聽到有不同幾個版本 因為我都 從這件事 我都探討了一些東西 就看看國內的消息是怎樣 那就是分兩派的說話 一派就說 它好像以前那樣 其實呢 當你一個120米的時候 它出了一個 warning 那這個 warning 如果遇到之後 怎麼走去呢 是繼續可以升的 那可以升到多少呢 可以升到最多300米 那如果升到300米 300米是可以的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300米是可以的 這是第一個說法 因為其實這件事 還未曾進行 未曾進行的 還未知道的 明年才知道的 但有說法就是 它真的一退到八爺 就走死了 你要考牌之後 解鎖了之後 才可以去到300 這樣 這是第二個版本 好了 那不同的反應 那些網民就說 那我不更新可以嗎 Sorry是不行的 不行的 因為你不更新 它是直接不讓你飛的 很明顯的 因為我們試過 其實在DJI Mavic 4 去到歐洲 其實你用它最新的Apson 是飛不到120米的 飛不到120米的 我們這次去冰島 有些同學 是買了Mini 4 Mini 4 是真的過不到八爺 你怎樣做都做不到 是 回來後 有些很多複雜的事 才可以破解到 所以同學就不要說 我不更新就可以了 是Sorry 是不行的 它一定有辦法 令你起不到機 沒錯 那就看看中國政府 剛才是我講的 一那個方案 還是二那個方案 對 對 就是這樣 密切留意 我們都不知道 太多事 很幸好我經常說 有顆飛了先 是有顆飛了先 不過我覺得這樣的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不知道會不會是 一些偏遠地方 生卡的地方 就行的 就行的 真的不知道 所以真的要經歷過才知道 好 喂 最後再多一分鐘時間說說 就是 Vivo 剛才我們說過 X100鋪 出了價錢 對 出了價錢 我身邊有一位朋友 已經買了 唉 多開心 先說說香港 香港呢 如果它行貨 香港版的話 我們說 512 鋪那隻 最重的 最大那隻 就是7998 這個就是官方價 當然 你有些不同的計劃 做到便宜一點 那你割下的時間 是 你割下的時間 各個都會有少少便宜的 不同的計劃 但是你可能 是它的會員 或者是甚麼呢 你會便宜一點 好了 至於國內 即我們所謂叫做 國內版 5G 鋪的話 鋪的話 如果你是512的話 那是4900多 5000元人民幣 是 那個是否舖 我都收不到 剛剛我要進去這個 帳號 是5499 是 5499 是 是 16基 512 是 5499 人仔 人仔 那變回呢 六千多 六千多 那跟香港七千多 那你就自己看看 但是那個就是 國貨 這個就是 很多朋友 說多一句就是 國貨回來呢 要做多一點點事的 就是呢 首先要開通了Google 那這個沒有問題的 多數都做到的 第二就是呢 你要在這個設定裡面呢 開通了它那些 預設的那些 什麼時間 時間續啊 接收那些訊息啊 還有那些後台省電那些 都要做事的 如果不是呢 它有些訊息是會收不到 或者是延遲的 那我都是建議啦 如果你熟 國內機的 可以買國內機 如果你不熟的 新手的 你就不如買回港行啦 沒錯 不如買回港行啦 這個我一直以來都是 標榜這件事 好了 那買了聖誕玩具 那就過聖誕節啦 是啊 今天就是這樣了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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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